哈喽 我是一小峰 还记得我之前在Mustle 3S评测中 提到那只可创的M6吗 当时我说它是一个不错的平T产品 但是在细节体验上 还是和Mustle 3S有一定的差距 而今天这个视频 我要给大家介绍它的大四版本 它针对普通版本进行了全面的升级 这次升级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升级是重量 从之前的80克提升到了100克 虽然数字上看起来增加了不少 但这个重量变化带来的体验 却是有着显著的提升 握在手里更有质感 不再像之前那样轻飘飘的感觉 反而更接近Mustle 3S那种厚重感 我个人觉得它的手感是更讨我喜欢的 第二个升级是外科材质 它从之前的细磨砂质感的塑料 升级到了中性内肤UV涂层 这个改变了可以说是立竿见影 不再有那种廉价的塑料感 摸起来更加温润 虽然还达不到Mustle 3S内肤涂层的水平 但已经有了质的提升 第三个升级是基因按键 之前使用M60最让我困扰的 就是那个劈里啪啦的按键声 特别是在安静的办公室环境里 显得有味突兀 这次全部换成了基因微动 按键声音变得非常的优雅 基本不会干扰到周围的同事 这个升级对于办公用户来说绝对是刚需 第四个升级就是金属滚轮 从塑料滚轮升级到了金属滚轮 不仅在视觉上显得更加高级 手感也有了明显的提升 最明显的就是它的滚动阻力感更加的均匀 定位也更加精准 虽然和Mustle 3S的电磁滚轮相比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但相比之前的塑料滚轮 已经是天狼之别了 M6大师版和Mustle 3S 差距确实是缩小了不少 在我之前的Mustle 3S评测中 我重点提到了三个优点 手势按钮 无极电磁滚轮和整体的手感 在手势按钮方面 M6大师版依旧配备了大拇指的滚轮 虽然在软件支持和手势数量上 可能不如Mustle 3S那么丰富 但基本的手势操作还是能够满足的 在滚轮体验方面 虽然金属滚轮的升级体验有了明显的提升 但和Mustle 3S的电磁滚轮相比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特别是无极滚轮模式下 精准度和手感还有进步的空间 在整体的手感方面 重量的增加和材质的升级 让M6大师版的手感有了质的飞跃 100g的重量刚好介于轻量化游戏鼠标 和重量级办公鼠标之间 既不会觉得轻飘 也不会觉得过于重 算是找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平衡点 当然 M6大师版相比Mustle 3S依然有它的优势 最明显的就是支持1000赫兹的回报率 这对于有游戏需求用户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优势 我在之前Mustle 3S评测中也提到了 Mustle 3S为了续航 而将回报率限制在125赫兹 在游戏中会有明显的飘忽感觉 而M6大师版在这方面就完全没有问题 另外搭载的26000dpi传感器 在日常使用中也足够精准 并且鼠标支持三模连接兼浓性也很不错 另外最大的优势应该还是M6大师版的价格 M6大师版相比普通版本虽然贵了一点点 但相比Mustle 3S M6大师版的价格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关于购买建议 我觉得可以这样考虑 如果你的预算充足 追求极致的办公体验 特别是需要平板的使用手势操作 那么Mustle 3S依旧是最好的选择 但如果你的预算有限 会有同时有办公和游戏的需求 那么M6大师版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相比之前的普通版 这四项升级让它的综合体验有了质的提升 几乎达到了Mustle 3S百分之八九十的水平 特别是对于那些因为Mustle 3S回报率低而犹豫的用户 M6大师版的1000Hz回报率 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替代方案 总的来说 可算M6大师版这次升级还是非常用心的 看得出来它有在听取用户的反馈 针对之前的版本主要的痛点进行了改进 虽然它依然不是Mustle 3S的完美替代品 但已经从勉强能用的评替进化成了值得推荐的选择 好了以上就是我对可算M6大师版的主观评价 仅供参考 如果觉得有用的话记得点赞关注 如果觉得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看到都会第一时间回复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是林小峰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